您今天早晨报道这个新闻我看的时候 它不但是追溯到这个病原的起源 还提到了生化武器这个词 叫Bio Weapon 这个词我听的时候我很震惊 就是说它能把这个病毒跟Bio Weapon连在一起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么你提到是中国武汉处的病毒 忘了这个别忘记 这个美国人只知道很多人只知道China Chinese 他不知道的CCP和这个Chinese people 因为中共把它把全国全中国的14亿老百姓绑架了在一起 你有难的时候 他说你是他是14亿老百姓跟他在一个战车上 如果说有好事的时候 他自己家都独吞了 独吞了 他自己家这个在海外的资产 那是太多了 所以说已经这个我们站在这里面也是为了我们14亿老百姓发生 为什么不想让中共的邪恶 邪恶的中共代表我们中国人 不想让这个国外或者说美国出现排华的现象 在这个危难的时刻 这个什么是非常危难紧急时刻 必须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 我们在这里面呼吁就是为了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 所以说我们站在每天每一分以每一秒 每天接步一句真相都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说大家都加入我们新中国联邦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的子孙后代 我们都应该站在正义的一面 不怕共产党 共产党它是邪恶的 是大家这个整个世界都知道它是邪恶的 但是还需要每个人不断的在揭露真相 告诉大家事实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像中共做的丑恶是太多了 它跟俄罗斯现在公然的公开的站在一起 要什么 要毁掉美国和欧洲 想一想 你说我们中国人要不分开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你想我们这个中国人往哪躲 往哪藏啊 没地方藏 为什么 因为把中共和中国人混淆为一样的 大家不知道这个邪恶的中共和中国人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去告诉我们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党的共产党 不能复制我们 我们要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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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